把刀放下來 把刀放下來 把自己做氣衝上前 打掉雙弦手中的折疊刀 將他壓制上銬 再把躺在地上的女友 緊急送一擊救 前面穿得白絲上衣 全被鮮血染紅 砍殺前女友在地產 甚至企圖攻擊警方 就是一場鬧劇而已 你趕快讓他結束好不好 刀子放下來就結束了 刀子放下來讓我們救小姐 警方絲毫不敢大意 因為他手中仍然緊握著 砍殺前女友的折疊刀 不要讓事關擴大 沒有過不去的關 沒有過不去的關 過不去的 沒有過第一次就過不去 沒關係 現在他要救醫 還過得去 男子發了狂的 拿到往自己腹部猛刺 似乎決心跟前女友 一同步上黃泉 時間到回19號中午 無心男子打手機給前女友 但對方一直不接電話 直到晚間11點多 男子直接打電話 到前女友公司 直問對方為何不接電話 兩人爆罰口角 於是撂下狠話 說要和前女友同歸於盡 對方則回嗆 只要你出現 我就報警 因此埋下殺雞 兩名同事見狀協助壓制犯嫌 沒想到通通被砍傷送醫治療 她是有痛哭 她非常後悔她的行為 但是她因為所做的行為 是不可原諒 那還是要接受法律制裁 你有提分手就要刺傷她嗎 大家是要同歸於盡嗎 手腳包滿紗布 低頭不發抑鬱 只因為對方提分手情緒失控 狠心狂刺八刀 殺害曾經最愛的人 現在再多懊悔 也換不回一條寶貴欠命 記者黃天陽坦克蒙新北市採訪報導